我们让成分800多年的南宋名画水图在水下活了起来 在成分800多年的南宋名画水图 我们在水下搭建了一幅长15米 宽8米的黄色卷轴 卷轴之上是蓝色沙漫模拟的水纹形态 舞者在画卷之上起舞姿态偏先 节目组邀请了演员任敏 王熙 舞者陈天 共同演绎水图 虽然三位演员都是舞蹈专业出身 但他们全都不会潜水 而这一次我们挑战的 是从未拍过的三人情 特别是有一段八个八拍的动作 需要连续在水下跳经一分钟 即使经验丰富的水舞演员也难以完成 最困难的就是需要裸眼 就在水里面睁开眼睛 我们能感受到彼此横躲膜在水里哒哒哒哒哒哒跳 台上有多舒适 你在水下就有多难 就这样经历长达一个多月的训练 三位演员终于可以在水下 情 上上而不让 居下流而不争 水图隐藏着古人的智慧 也是中国绘画史上 大水画浪的代表 我们有太多太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渐渐消失在大宗的视线里 却为他人籍 我希望要创新的水舞形式 用央视的平台 让更多人通过水图 收到中国绘画艺术支援 这是老土工留下的东西 我们有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